占倒数80点民进党的参选人 这个总裁局员蔡英文 这个礼拜都在新北市跑行程 下午小英的主席呢 这个小英主席是在新庄工业区 一场产业的座谈会上 当场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会对电子科技业 会用奖励的方式取代瞌睡 蔡素同台果然嗨 产业座谈会开在新北市新庄工业区 竞选总主委苏贞昌以老县长身份来加持 小英坛产业政策滔滔不绝 听众突然来个随堂考 马英九通来跟国营往下 但是在中国前面有中国这是大老五 后面有马英九这个马后 民进党如果再上来以后 可以把这双一产业把它化于为整 如果不是以税的抵检 来做一个鼓励的办法 我们会拿出现情做普遍 因为它比较透明 科技电子业的蓝图原来小英早就有谱 几个小时前接见药剂生工会代表 连未来的卫生署长人选 蔡英文心里已经有轮廓 我的卫生署长绝对不会只是一个医生 他应该是一个具有非常强的管理能力 而且很强的沟通能力的健保局长 才能够照顾大家 从产业政策到内阁官员实在没料到 小英通通有答案 莫非就是要破除外界质疑 轻松选 有些人觉得我是一个 好像每一次都是用慢火在炖煮东西的人 那也很多人都觉得替我很着急很紧张 说阿姨是在做什么 为什么都好像没什么动静 我跟大家说 我就是这样的个性 但是我要做的事一定做的事 难得公开说 新来威面对激烈的选战攻防 蔡英文越来越懂得软硬兼施 三立新闻白帅陈立国 SN小组新北市采访报道